微信上会这样回复你的女人 早就不爱你了 你还在傻傻的付出吗 要知道一个女人爱不爱你 从你和她的微信聊天中就能够知晓 如果一个女人会在微信上这样回复你 那就说明她不爱你了 你还在傻傻的付出吗 一 每次对你发回复都很敷衍 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你了 那么从你和她聊天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感知得到 一个女人要是不爱你了 那么她就不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 哪怕是一分一秒 她也不乐意 所以每次对你的回复她都很敷衍 能用一个字回复的 她绝对不会用两个字来回答 有时候干脆懒得回复 让你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 二 对你的语气总是很不耐烦 虽然微信聊天是看不出说话的语气的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感觉得到 如果一个人在你和她聊天的时候 她总是说自己 哎呀 我现在很忙 工作还没有忙完呢 晚点回复你 但是说好的晚点 你永远都等不到回复 当然也有可能忘记的 会忘记那也说明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当然了 如果这样只是一两次 那说明是真的忘了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她老是用这个当借口 那她真的是对你没有意思了 你就别再自己前进在自己的幻想中了 三 你每次和她发消息 或者想要和她视频聊天 她从来都不会马上回你 赶紧翻翻你们的聊天记录吧 如果你发现每一次都是你在主动 而且每一次你发过去的消息 她从来都不会描绘 那么这个女人心里铁定是不爱你了 不然怎么会对你这样的残忍 爱情中你浓我浓都是很正常去的 可是如果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在自导自演 而没有对方的配合 那想必你也会很累 所以啊 当一个女人开始对你有这几种表现的时候 她一定爱你了 想想放弃你了 那就别再像一个没人要的人一样 再继续倒贴了